有很多人主张说 不然就继续工作不要退休就好了 这个是来自英国的经济部一份智库的报道 他们发现说英国的劳工 如果工作久一点健康会好一点 然后他们去调查说 这些人不分年龄退休之后的生活变怎么样 他们发现大多数的人退休之后觉得日子很好的时间只有两年 两年过后开始看医生 开始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然后忧郁啊情绪不好 那你发现说这件事情跟你几岁退休都没有关系 都是大概两年的时间 50岁退休60岁退休都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就跟大家去想说 是不是工作这件事情本身有很大的意义 隔年之后呢 法国的一个研究单位 类似像中研院的单位 他们发表了一篇调查的结果 发现说 一样哦 不管你是几岁退休 他们发现说你每晚一年退休你的失智症的风险就可以少个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如果是五年的话可能可以少百分之十几 你发现说你只要正常的维持上班和社会的活动 人际往来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达成了 所以我这个与其去讲说 才会一直越来越很主张说 不要去限制退休年龄 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你去强制规定退休年龄之后 你还要额外花很多精神去设计他们退休后的生活 所以欧美都开始延后或取消退休年龄 澳洲也取消退休年龄 完全看是否能够试任这一份工作的内容 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到最后还是期望说整个社会达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那最后呢 其实想用这首诗跟大家分享 这是李商颖的《晚情》 他描述的情境大概是在一个春秋夏初的傍晚 然后刚下过雨 然后夕阳出来 然后就看到说 他里面就讲到说 天意临幽草 人间众晚情 老天爷呢 都还会怜悯这些小草啊 就下雨来滋润他 可是人间呢 却只喜欢看夕阳 然后并天高阁回围住小窗民 这个时候的夕阳呢 他站在高楼上看到这个夕阳呢 照进 古代的房子 那个窗子是有窗框一格一格的嘛 透过那个窗帘照进室内 让这个室内的学生借光读书 他描述是一个很美的情境 可是后世的有一些文学评论家 却认为说他在描述的是一个高龄社会的样貌 他在讲的是一个期盼 期盼说年长者应该像什么 就像那个夕阳 夕阳不热 但是那个光还足以照进室内 让年轻的学子读书学习 希望一个是和谐的社会世代共融 年长者可以无私的带着年轻世代前进学习 有这个社会互相融合跟前进的期盼 所以有很多的文学评定家参考说 当时李商颖所遭遇的情境 不认为晚情只是单纯的写景 但他所描绘的景象 那个围住小窗民的意境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是一个超高龄社会之下 世代之间的融合互助合作 去寻求社会进步的一个样貌 我们希望一天的那个量 总量计算好之后 我们希望每天都能够达成 那最好 当然最好是希望可以用天然的食物 或者是食品 那如果实在不行 就可以去做营养补充品的添加 所以有的营养补充品 有的是用蛋白粉 有的是有一些蛋白的饮品 也有人用乳清蛋白 也有人用氨基酸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但我们希望说 无论如何尽量 我们一天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都要足够 所以当然可以透过天然食物是最好 那真的实在不行的时候 是可以借助这一些营养补充品 来做一些适当的补充的 这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 就像头发会白 皮肤会长皱纹一样 确实年长者的睡眠的形态 有一些特殊的样貌 他可能比较早想睡觉 睡眠时间比较早 可是他的整个睡眠时间 又比较片段 比较短比较早醒 那深层的睡眠也比较少 睡眠效率没那么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单纯的把这个解读为失眠 就会常常再吃安眠药 但其实也不是 每一个人就随着老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如果说这个睡眠的形态 白天的生活不太觉得疲倦 那这个睡眠是够的 但很多老人家的困扰是 我八九点就想睡了 那我就算睡了五个小时 我可能是半夜两三点就醒来 那这个两三点醒来 他会不知道该做什么事 就好像必须要吃个安眠药再睡一觉 睡到七八点 但以我来讲这是没必要的 我会我一般给我病患的建议都是说 那你试着让自己再晚一点睡 去做一点事情 不要让你自己的生理始终去带着你 真的七八点吃饱饭就想睡了 我要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延到稍微往后 因为你要算好你一天的睡眠时间 可能在年长之后 可能只有四到六个小时之间了 你睡一觉的时间可能只有四到六个小时 所以你要自己会做盘算跟规划 否则你都让他七八点就去睡的话 你大概永远就是大半夜起床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 跟我们一些脑部的荷尔蒙的分泌有一点关系 但就从生活的方式去做调整 大概也不用太在意这个困扰 把这个睡眠的变化变成了压力之后 就更难入睡了 所以其实就去接受那个状态 去生活做一些调整 只要白天不累 白天没有疲倦的感觉 那个睡眠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很难 这些应该都是实际上 有在照顾长辈的朋友 我们在谈训练的话 我常常是这么谈 就是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谈 一个是当然面对眼前的长辈 所以以这一题的问法的话 面对眼前的长辈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 要抓时机 因为这些老人家的心情或是健康 或是集中力 其实每一天都不一而足 那照顾者要有一点耐心 去看着他今天的状况 今天看起来心情比较好 今天看起来状况比较有精神 就要借这个机会诱导 带他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借由他能够反复的参与之后 提升他的兴趣 所以我们有一些失智症的长辈 他一开始对于去日照上课很排斥 因为是个陌生的环境 可是他一旦上了几次之后 他喜欢上了 他每天时间没有到 就背着书包坐在门口了 所以我们照顾者能够做的事 就是创造机会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这种为你好 要你准时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构成长辈生活的压力 所以要为他好所做的事情 还要有一点点看情况 让他去抓那个时间点 然后慢慢诱导 让他自己去接触 感到有兴趣 而不是用命令 或是待遇就是强迫 这个都效果不好 好 那另外一层 就是对中年人来讲 所以要从中年的时候 或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要开始从事 不同样的兴趣的作为 认识不同样工作的人 去交不一样的朋友 让自己的社交圈 跟活动内容可以很多元 到了年纪很大 才来做往往都很困难 所以这个是一个两层 一个是面对现在的老人 我们必须要诱导 找机会 看时机 去带动他 但对于比较年轻的一辈 就要从自己 现在这个时候 要做一些准备 否则到了那个时候 再来做都好辛苦 都要花很多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